积极生活方式的好处包括 1.降低心脏病、中风、第二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2.改善心理健康和福祉 3.增强体质和力量 4.降低肥胖风险 5.改善睡眠品质 6.降低忧郁和焦虑的风险 7.提高自尊和自信 社区可以透过多种方式鼓励积极的生活 包括 1.促进主动交通、鼓励主动交通 例如步行、骑自行车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有助于减少交通拥堵 改善空气品质并促进身体活动 社区可以投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自行车道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 让人们在没有汽车的情况下旅行更轻松、更安全 以下是将身体活动融入日常生活的一些方法 1.走楼梯 不要搭电梯或手扶梯 2.将车停在停车场的尽头 然后步行走完剩下的路 3.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商店而不是开车 4.午休时间快走 5.带狗去散步 6.和你的孩子或孙子一起玩 7.随着你最喜欢的音乐跳舞 8.与朋友或家人一起运动 积极生活方式的健康艺术包括 1.降低罹患慢性病的风险 定期进行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心脏病、中风、第二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2.改善心血管健康 定期进行体能活动可以降低血压 改善胆固醇水平并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 促进积极生活的娱乐机会的一些例子包括 1.步道和自行车道 2.公园和游乐场 3.健身中心和健身房 4.游泳池和水上乐园 5.运动场和球场 6.社区花园 7.滑板公园 8.狗公园 9.户外健身器材 10.户外健身课程 11.户外瑜伽课程 12.户外舞蹈班